請我們的秘書把我放到第六月的一個POINT上面 他的一些圖案 不好意思 我想要用這個照片 現在要用這個 對對對 第六個案子 就是國防部的那個案子 因為你現在跟機場車區有關係 好 再麻煩你再往後 再往後 下一個圖 好 這個圖個OK 好 我跟各位委員報告 抱歉 請各位委員就先 對不起 跟各位委員報告 我們剛才松南機場在表態的時候 是要做一個特區在這個地方 民族東路在這裡 那現在這個區塊裡面 有國防部他們來申請都市更新 劃定單元在這一塊 那要蓋一層那個商業飯店 那在我們整個特區要來規劃的時候 這個地方蓋商業飯店 事實上是不錯的 但是有個問題 這邊全部都是平宅 以前國防部 地上全是私人的 但是土地是國防部的 我希望待會在第六個案子 討論的時候 各位委員是不是可以 評估這個地方 應該把它劃定為一個更新地區 來慢慢做一個單元一個單元的規劃更新 而非用單元來規劃成一個更新的地區 以上這個地方 希望待會委員在討論的時候 一併跟第一個案子的時候一併討論 他現在只有申請這個地方是更新單元 但是我們在台北市政府的一個更新的一個精神 應該是區塊性完整接波來做一個更新的一個計畫 可是呢現在只做這裡 那未來他們的承諾是說他慢慢會做慢慢會做慢慢會做 但是我們希望 以今天的討論案子 希望把這個整個做為一個更新的一個地區 然後裡面單元你可以隨時去做一個更新單元的申請 以上跟各位委員報告 希望這個案子待會一併討論的時候 跟前面第一個我們機場的一個所謂的特區的一個討論 結合在一起 以上謝謝 謝謝謝謝 我們進出第三個案子 各位委員我抱歉 就